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 目前我国正在按照五种技术路线 开展的新冠疫苗的紧急监制 但是疫苗进入临床实验之前 必须要完成三个方面的研究 药学方面的研究 有效性的研究 还有安全性的研究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药学方面的研究 主要包括关于疫苗的菌种 毒种和细胞库的建立 工艺研究和质量标准研究 那么第二个是有效性方面的研究 有效性就是获得疫苗合格的样品以后 要利用什么 利用感染动物模型 来评价疫苗的免疫原性 还有它的保护效果 当然是安全性的 疫苗安全性的研究 安全性评价的这方面研究 那么针对新发传染病 至少要进行一个急性 也就是单次给药和重复给药的评价 强控工作中 主要体现在 目前为止 我们这五个技术方向的疫苗的进展 总体都是进展胜利 我们第一批 第一批确定的九项任务 都已完成了临床前的大部分研发工作 研发工作 这里面包括动物的有效性 还有安全性的研究 大部分 那么预计 预计就是大部分我们的研发团队 在四月份都能完成 临床前的准备工作 并陆续启动 启动临床 临床的申请和临床实验 就是我国已经有研发 进展比较快的单位 向国家药监局 拱动提交 临床实验申请材料 并且已经开展了 临床实验方案的论证 招募志愿者等相关工作 那么这些工作的话 就等 有待国家药监局 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 审批以后 审批以后开展临床实验 中期结合 在疫情的法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